歡迎收看CBTV的國情講程 利比亞領袖卡達菲繼中東的莫里花革命 埃及穆巴拉克和特尼斯 之後終於落幕 更加成為這個莫里花革命裏面 第一個是真是沒命的領袖 沒了命之後全國過渡委員會就宣布利比亞得到解放 同時間也做這個儀式 在這個反革命軍之地的斑架勢 今次的事件當然卡達菲被捕 甚至是被人當私刑處決的事件 到現在都未查出 令人們覺得事件來人尋味 但是這個執政都幾十年 69年很年輕的軍官 軍官發動軍事政變推翻國王之後自己做 自己做了現在接近69歲 四十多年 四十多年 那麼多年的時間裏面 到最後都是要下台 都是死相更加不堪 甚至屍首就無法按伊斯蘭法律 24小時內就要安葬 甚至是被人擺在這個洞肉店的冰櫃 冰櫃裏面任人拍照 還有她的兒子 也是死了的兒子 大家拿著拍照拍YouTube上網 當然這些畫面和他的遭遇到最後 都會成為世界上獨裁者的一個警惕 理論上當然是 之前幾個月 她是有不錯的機會離開這個國家 而且離開這個國家 老實說她在外面都放了很多億 我們都不知道幾多億 有些人說二三百億 總之她有很豐盛的財產 可以在海外過很舒服的流亡生活 但她沒有這樣做 沒有這樣做當然不但她自己下場如此 而是因此而產生很多不必要的流血 如果她願意放棄了 當政四十幾年 即是四十二年 自己願意選擇出國 在利比亞也沒有 不用這麼多武裝衝突 武裝打仗 導致死亡的事件 所以當然代價很慘痛 對她自己來說 對於她的家 以至對於利比亞全國來說 當然大家都知道 其實在反對派和卡達菲 在交戰的時候 竟然出動到軍隊叫人炸自己的首都 這個狂人真的沒有什麼可以不做 這個狂人到最後變了這樣的樣子 現在其實在中東的莫里花革命裡面 還有也門和敘利亞仍然未成功 這兩個國家都是中東比較極權的地方 在過去半年多些時間裡面 其實也死了不少人 在也門和敘利亞的示威 尤其是當中的開槍鎮壓 法外被殺和行私刑是十分普遍的 我們知道也門的沙拉 他執政也有30年以上 至於敘利亞的巴薩爾爾阿薩爾 他執政的時間不是很久 但加上他父親哈薩爾阿薩爾那幾十年 父子兩代都四五十年了 其實大家都會想想 當然我們在這裡也可以批評 第一就是這兩個獨裁者 都繼續死攬著權力 敘利亞本一直沒有放手 沙拉似乎有些扭令 本來因為傷病出國一輪 理論上他就此說不回來了 算了就好些 但他又不是 他現在又回國 回國又繼續增壓等等 引起很多猜疑 另一方面當然我們見到 敘利亞和也門和利比亞有明顯的不同 都見到西方國家的雙重標準 利比亞有很多人 於是我們見到法國率先去轟炸卡達菲的 效忠卡達菲的軍隊 亦都是北約部隊亦都參戰 於是促成卡達菲的 或是效忠軍隊的崩潰 但因為也門和敘利亞是中東的窮國 真的沒有資源 人口又多 所以西方國家似乎是不要搞我 一來又沒有資源 霸了它有何用呢 二來人口這麼多 你特別是敘利亞 你如果要承擔維持秩序 恢復經濟的責任 更慘於伊拉克 尤其是在過去的時間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在無論是特尼斯 特尼斯叫非洲經濟好的地區 到埃及也是 中中和非洲交界也好的地區 看到今次西方 無論是歐洲也好 美國也好 或是整個國人約 做的都是給錢或是空襲幫忙 都是剛才所說的 比較富庶 或者真是到最後 是可以拿到這個好處的國家 到最後 敘利亞、也門都不行的時候 其實這個影響也都在 看到的就是 就算換了政權也好 亦都有一個隱憂在 就是西方社會繼續這樣去做 就是繼續去勾結 或者是巴結這些西方政權 去掌握經濟命脈 這個情況只不過是 可能是由一個獨裁政權 以前你是不是都不妥卡達菲 但是你不妥卡達菲 你要卡達菲 利比亞那些石油 你真是催它不漲 你要買 現在只不過可能是 換了一個跟阿富汗差不多的情況 就是換了一個可能是比較 親西方的一個政權 這樣扶植它 到最後都被人感覺到 其實這個所謂 利比亞 今次所謂的 或者這次整個國家的演變 這個中東 胡理花革命的演變 西方的影響 是不會因為這個事件而消失的 這個也是除了雙重標準之外 西方雙重標準之外 也是令到一些中東的一些政權 是比較擔憂的 擔憂就是我其實都不是很親西方 又或者不是很阿拉伯國家 但是原來西方是會這樣做 怎樣都會 其實對於一個所謂的 爭取自由的旗幟來說 其實真的有些擔心 這個擔心有兩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就是你所說 那個當權者 特別是沙地阿拉伯 科威特阿聯酋 巴林那些非常有錢的 非常保守的國家 如果他們出現示威 美國法國會怎樣 那些人會怎樣說 斷估你一定不會去炸他 斷估你也不會叫沙特王下台 人家反面 那你就變得真是很不對 利比亞就是這樣 那些海灣六國又不見你動手 同樣就是 其實 敘利亞現在的阿爾薩特總統都很殘酷 都一直派軍隊鎮壓反對派 其實都死傷不少 又不見你法國 美國去插手 他沒有炸一炸阿爾薩特的軍隊 其實他所做的事跟卡達菲一模一樣 他都是派軍隊去鎮壓反對派 而且他更好些 因為卡達菲就花錢請僱傭兵 在其他非洲國家請人來幫他打仗 阿爾薩特起碼他都沒有錢請僱傭兵 他都是用真真正正的效忠他的軍隊 所以你有這類的雙重標準 第二類當然就是 在普通中東地區的知識分子 年輕人眼中 美國又怎樣呢 那你是否真是民主的明燈 是否真是誠心誠意幫這個地區 去建立民主的體制呢 他看沙特阿拉伯又不合遲 再看看埃及 老實說美國的立場很搖擺不定 穆巴拉克最初比較好的時候 你又繼續支持他 你沒有好奇之鮮明 我都希望見到埃及有民主 穆巴拉克快點下台 我們細心看看關鍵兩三個月 他都一時一樣 幾日的立場有少少變化 我相信西方國家在這方面 都要付出代價 你不是說只是批評中國 中國經常都支持這些獨裁的政權 你自己西方國家 又是否自己的立場 真是很誠懇 真是誠意推動民主呢 又不見得 尤其是看伊拉克阿富汗之後 你看回莫里花革命裏面 即埃及到現在都是進行不到大選主 這個亦都給了這麼多的中東國家 一個比較不好的印象 就是四月的時候 我們推翻了穆巴拉克 可能建立了一個全國國度委員會 但這個國度委員會很明顯 亦都有偏袒西方的動勢 導致到現在都可能還未成立一個 不是過度的政權 是一個真是主權 在這個真空期 其實令到別人真是想 究竟你還想拿些甚麼呢 我想我們下一節會講 你見得到現在的發展 都令到西方國家又擔心 在特尼斯我們見到的情況其實比較好 開始進行選舉 但是似乎選舉的結果 都仍未很清楚 但我們見得到似乎那些 傳統的伊斯蘭教的組織 在選舉中是佔幾上風的 這一類的政權 又未必是西方國家所見得到的 所以你見到埃及其實就是 正正就是有這樣的問題 就是在西方國家眼中 真是很怕這些傳統的 或者是基本教義派的 穆斯林兄弟會 贏得選舉 所以這個肯定是美國不想見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又會覺得 傳統新西方的軍隊將領掌權 都是比較教階選擇 所以我們休息回來 可以看看中東莫里花革命 以後還可以怎樣走 繼續回到國情講情 在中東莫里花革命的源頭 大家都看到幾個國家都換了這個政權 又或者進行過度的政府狀態 但幾個這樣的狀態都令到人家 開始覺得擔憂 又或者起碼西方社會會覺得 那盤棋好像不是他所預料地走 所以有一些擔憂在這裡 尤其是大家可以預見到 就是利比亞這個局勢 利比亞其實有百幾二百個步驟 每個步驟都是有這個想爭做頭頭 又或者在這個新的政府裏面 是分一個甜頭 但是都很明顯地看到 就是三個地方的這個步驟 又或者是這個軍隊的頭頭 都是想爭權在未來的這個 這個成立的新政府裏面 是有多些的華視權 包括可能班加西 這個法源地的麗玻璃首都的人 還有這個蘇爾特 就是立下這個大功勞 殺死和捉拿了卡達菲部隊的一個 一個軍隊那班人士那班領袖 這三個地方的對壘再加這個部落 還有這個利比亞也有一樣 就是地區收入分佈不平均的情況 也十分之不平均 尤其是北邊一邊就是採油 另外一邊就是煉油這個行業 那邊都可以 但是南部真的是窮 這個也是新政府尤其是臨時的委員會裏面 籌組新政府的過程也都看到 其實大家在講這個未來的這個稅收裏面 就是怎樣去可能全國的這個預算是怎樣做的時候 大家都是談不攏的 談不攏 談不攏的時候你硬下一屆就選舉 又說要幾個月之後要做呢 所以大家看到其實未來那個 尤其是這個殖民地之後 就是硬滑出來的一個領土的國家 其實你看到其實未來 是有些擔憂也可能有亂的情況就出現 你所講的問題我們都經常見到 在一個很民主很先進的國家 例如英國都有問題 因為蘇格蘭有北海石油 蘇格蘭就說 喂喂喂喂喂 我要我的錢 你不要要我的錢 我又要起碼都高度自治 就算不獨立也好 都有相當的爭執 當然啦 在英國這麼發達的社會 這麼講求法治的社會 這些爭執都仍是炒炒鬧鬧 沒有什麼暴力 你在我們比較近的 亞洲和印尼都見得到 即是橙油的蘇門答立 每個人都說 喂有什麼理由我的錢 要去你爪娃這裏呢 即是供奉你們這些整個官僚系統 再加上捕族的關係 你剛才當然都分析過不同的勢力 這些不同的勢力是掌權 另外一股力量當然就是 舊時親加達菲那班人 那一類的捕族 或者是加達菲自己本身的部落 會不會被善待呢 這個當然都是很挑戰性的問題 我們再看看埃及的情況 剛才說真的不樂觀 西方國家當然理論上最好民主 但他肯定是不想給這些穆斯林兄弟會 最有組織能力的傳統回教組織 是相當仇視以色列 亦都是對西方毫不友善的 他不想那些政黨當權 他希望現在一向都是親西方 一向都是很希望得到西方支持 給軍火他的軍事將領支持 其實這班人 以前都是很擁戴穆巴拉克的 是穆巴拉克的親信 再見到現在 先幾個月 大家在開羅的廣場 同酬敵害爭取民主 要求穆巴拉克下台的各個不同的組合 特別是傳統的回教徒 自由主義分子 以至那些Coptic Christians 那些基督教徒 救時就齊齊 要落穆巴拉克下台 現在我們看到很多回教徒 和基督徒的衝突開始出現 屬於少數的社區 少數社群的基督徒 都肯定是受到迫害 受到暴力的威脅 這當然是不樂觀 當初是一個獨裁的政體 現在推翻了獨裁者 民主又未建立 但已經見到很多這一類的衝突 幾個月前大家齊齊在廣場 打到獨裁者下台 幾個月後 現在又開始大家打起來 我想這些基督徒當然會很恐慌 自己肯定在一個回教國家裏面的少數派 會否受到迫害自然不要擔心 尤其是在這個推翻的意味裏面 有時有些是推翻親西方的霸權 支持政權的掌聲 當然穆巴拉克是其中一個表表者 這個套養繼續下去 其實他們會形成一個民主系統 但當然也是壽視西方 當然民主也都是幾新加坡式的 那種比較了農 又或者大家是用這個所謂的意識形態 但是去扭轉整個選舉 又或者整個民主體制的一個系統 都不是說很健康的 但是也會繼續這樣形成和發生 當然西方社會更加不想看到這件事情 剛才你說的伊朗就是西方的惡夢 當初有一個大獨裁者 沙王 伊朗的沙 他很親西方等等 推翻了沙王 來了一些幾宗教狂熱的 斯斯蘭教的原教旨主義派 我們現在看到的情況非常反西方 亦都不見得很民主 亦都似乎幾貪污 尤其是穆罕阿摩尼納澤 在今次的穆里花革命裏面 亦都是很搞笑 他會支持當然所有這些人 推翻這些獨裁政權 到最後幫了他們自己 伊斯蘭的宗教的發展 但大家不要忘記的 其實伊朗是很接近埃及 也很接近特尼斯 所以其實在這個地緣政治之下 亦都令到西方會憂慮 如果我真的在這個 胡理花革命之後 一些新的政權裏面 得不到他們的支持 或者最少我不令到他們親西方的時候 令到到最後變了偏袒 穆罕阿摩尼納澤 或者是直接去到阿希里那邊 都害怕的 可能是親了這個恐怖主義 或者不親了 起碼是可以容納到恐怖主義的時候 對於西方的戰略 戰略資源石油、鑽石 又或者是阿希有金索 甚至可能是地區的和平穩定 有所影響他們的利益受損 我想他們比較容易作出的 從他們的角度理性選擇 就可能繼續扶持軍方執政 因為至少軍方 在軍隊來說 我們都見得到 是埃及最有組織 最有制度性的力量 你要找一個組織 能夠真是維持到國內的秩序 大概都要靠軍隊 他亦都比較親西方 亦都因為親西方的關係 不會太過仇視以色列 比較理性的主義和以色列的關係 在西方國家來說 與其是一些很伊斯蘭教 原教之珠的政黨上來 透過民主選舉取得政權 不如繼續不要民主 繼續親西方的軍事將領主政 如果埃及越亂 越來越多這些教派衝突 這個可能性就越高 你趕了一個穆巴拉克 一個軍事強人到台 很可能換一個軍事強人 換不到軍事強人 就換一個宗教窮人 多多一個國家 好像伊斯蘭革命 好像伊朗一樣 好還是壞呢 真是不知道 因為埃及有少許不同 埃及因為他窮 過去由於戰略性的重要性 因為他是中東最大的國家 他是中東擁有最強大軍隊的阿拉伯國家 美國一定要爭取賽 美國在埃及的影響力依然很大 因為每個埃及人都知道 基本上經濟都很依賴美國 沒有了美國和西方國家的援助 埃及的經濟真的會非常非常困難 所以美國的影響力自然也很舉足輕重 也很考驗一下西方國家在中東地區推動民主 是有幾大的誠意呢 願意作出怎樣的努力 願不願意犧牲一些基本的傳統的國家利益呢 我想都很難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 對於他們來說 保障自身的利益都重要 尤其是看回國際外交 在新的政權建立的時候 國際社會都是由自己自身自主的權益去看 在這樣的情況下 也不知怎麽說好 即是祝各位中東國家有參與 可以推翻政權的人民 好運 當然樂觀點看 經歷過一些變革 我相信一般知識分子一般年青人 對於爭取新聞自由 對於爭取集會結社自由 對於反對強權 反對一個威權性的政府 那種衝力那種決心又會大些 無論如何都是一個進步的力量 今集過程、感情到此 我們下一集再見